又到了 接下来就是 真情告白晚节了 会不会又是 赵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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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等于是他 双神弄鬼 在这里祝时期生日快乐 耶 赵岳你的脸呢 这是包年 所以那个亮光是赵岳吗 二 一 都是我啦 对 赵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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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太乐 不行 BGM 吵 关掉 嗯 然后就是 赵岳好长时间没有见了 我想你 然后跟人家朋友们 然后N2大家也好久没见 还有剧场的朋友们 对 就是你 剧场朋友们好久没见也没想我 对 赵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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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 我也是很久没有看到你了 对 很想念你 然后呢 我们都很喜欢在一楼吃喝玩乐 现在一下子我在台湾了 然后你又平时老去学校 就一直见不到也不习惯 揪心啊 姐姐觉得很揪心啊 但是其实也蛮好的 看你平时 一直在读书啊 学习啊 朝自己喜欢的方向去努力 我觉得是挺好的 嗯 我反而是相信你 相信你走的道路 相信你的努力 对 我们也会支持你 我相信N2的大家也会支持你 所以说按照你自己喜欢的方向去 继续走下去 你会看到成功 嗯 然后生日礼物的话 我知道了 金牛座怎么可能会要生日礼物呢 对不对 我们金牛座从来不喜欢这种不切实际的 对不对 那好了好了好了 回去如果 我们都有时间的话 请你吃饭 仅此一次哦 不能吃太多哦 仅此一次 好不好 好啦 就等我回去啦 在这里祝你生日公演成功 对 嗯 对 嗯 对 你之前还约我 就是生日公演陪你一起跳舞来着 不好意思 对 所以就 就是 在台湾 没有办法 嗯 所以说啦 回去请你吃饭啦 好 就这样啦 拜拜 拜拜 哇 谢谢赵岳 赵岳真的是 去了台湾之后非常的闲 你们知道吗 以前我给她发微信哦 从来不回我的 就几百万年 对 现在她去台湾之后 一给她发微信 赵岳 然后我第二句都还没发出去 发一个长串语音 十七 怎么啦 我在啊 你找我什么事啊 你是不是想我啦 哎呦 你怎么这么闲啊 对 秒回 对 长串语音 从来都没有的事啊 赵岳 对 回来会好好的坑你一顿饭的 那破产咯 对的 好啦 选四好了 我都不知道 这些后背有些什么爆料的事情 对 我们选四吧 选四 四 今天的小树星选四 抱一抱自己参加 真选时见过的有趣的事情 我记得的话好像 就当时我们终审的时候 跳舞跟唱歌 都是在这个舞台嘛 就第一次见这个舞台 然后就还蛮激动的 然后当时我是差不多坐在 四排左右的位置 对 就四五排中间的那样的位置 然后我记得我前面有 前面的前面 第二排有赵岳 当时她真的是清秀佳人 你们知道 就今天在屏幕上出现的那个人是谁 真的很可怕 就当时刘海特别厚 然后就是很长的头发 穿着一件白色的连衣裙 特别鲜 你知道吗 然后我印象特别深刻的是 我旁边坐着袁宇珍 然后你们知道她 你们知道她有多可怕吗 天哪 就是 就是我坐在四排 四五排左右 赵岳坐在二排 然后袁宇珍坐在我旁边 听着前面每一位歌手唱歌 她都会唱 并且她用美声在我旁边 很大声地演绎出来 你知道吗 然后那个声音超大 都传到前面赵岳那儿 然后赵岳就频频用她的小眼睛 回头瞄我们 你知道吗 就真的 我当时就好尴尬好尴尬 怎么办怎么办 谢谢 谢谢